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现在不是情况比较特殊吗 你就是看在孩子的面上的 你把烟给掐了 看孩子的面子 现在孩子生中来了吗 门嘴的烟味你不会走开啊 乍天 你怎么还抽烟呀 你没看见 莎莎在咳吗 这怀着孕 孩子能吸到烟吗 莎莎这怀着孕的 你这样吸烟 对孩子有好处吗 把烟给灭了 听到了吗 知道了 莎莎 这几天啊就要生了 以后啊 不要再出现了 知道吗 她知道了 张天 你看 娘这孩子也快出生了 你要不出去 给婴儿买点 婴儿用品 到时候我怕没不及 现在孩子生来了吗 就买婴儿用品 钱不是钱啊 还有 你想想你啊 自婚怀孕 那么多事 什么事都是你 吸个烟怎么了 啊 我就想吸烟 有人用品啊 不买 等孩子生来之后 再说 乍天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 你也是孩子的父亲啊 你说我这身子不方便 我没办法去买 这些东西 不得你去准备啊 不都得你去买啊 你说说你啊 我在这儿 处理点工作上的事 不如你在这得不得的 没烟了 没烟去 张天 我现在 这走路也不方便呀 你说 咱们家 还是住二楼呢 这楼梯 不那么高 万一孩子有什么闪失 那该怎么办呀 什么意思啊你 你这就是阻止我孩子 要出问题呗 我告诉你李莎莎 你现在啊 马上快生了 多运动运动啊 对生产有好处 听到没 去 我买烟去 行 我去买 快点 半个小时 回不来的话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我看我 我看你这边 阿姨 帮我拿一盒烟 行 多少钱 我微信 好 等我去了 谢谢您 等我 你疼 妈 莎莎妈 你怎么了 我在路道摔倒了 你 你快过来 好好好 我这就去 快点 好好好 莎莎 慢点 坐下莎莎 莎莎 莎莎 别伤心了 你先坐着歇着 咋天 你收拾你 莎莎 这几天就要生了 非要吸什么烟 让他去给你美烟 你收拾你 妈 我也不知道啊 我要知道 非上 会发生这种事 我也不会 让他去啊 你说说你 这就要当父亲的人啊 还像小孩似的 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那位 就是因为你 这一下子 我的大孙子 没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不着乍天 这媳妇 娶过人家 咱是疼的 让你惯的 让你娇的 你知道吗 你天天 怎么是对莎莎的 妈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妈 我知道错了 你别生气了妈 莎莎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啊 吼你 吵你 我也不该啊 在你怀孕的时候 抽烟 莎莎 你原谅我好不好 松手 展明 都是因为你 我的孩子没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那孩子能回来吗 莎莎 我知道 我以前不是人 我以前做了那些事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咱们孩子 莎莎 莎莎 你放心 我以后啊 再也不抽烟了 我呀 把烟戒了 以后 家里边的家务 我来做 你 我也来照顾 咱们 把身子挑衍好 咱们再用一个 莎莎 莎莎 你看 乍天 她也知道错了 莎莎 你就原谅她这一次吧 看在妈的份上 给她次机会吧 孩子啊 你们还年轻 以后还会有的 莎莎 我今天就看在妈的份上 我原谅你这一次 如果你下次还这样 我必须要跟你离婚 莎莎 你放心 我硬 把握这次机会 以前样错误啊 我不会再犯了 莎莎 你相信我 小波出去打工 都走了半年了 也不知道他在外面过的怎么样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在家里面过的 一点都不好 小波 小波 我想你了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看看我呀 在这里干什么呢 肚子拿肚子拿 妈 说什么呢 没 我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刚才我都听见了 小 波 小波 想一小波了 是吧 我给你气臭了 是吧 没有 我不敢 别坐这儿了 回家去 把那衣服洗出去 洗了衣裳 把地扫扫 脱脱 桌子 慢一下 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 乖乖乖的走 听话 好一点 一声不听话 我得教训你 取胀的吸入 我看见他就来气 李大美 看看衣服给我洗的 白色的 给我洗上黑色的了 你怎么洗的你 妈 你这不能怪我 你这衣服上面 都洗不掉 我都已经用手洗了很多遍了 你说说你 还怨我是不是 怨我穿着脏是不是 妈 妈什么妈 妈什么妈 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哪个意思 你 我 你是哪个意思 哪个意思 妈 我让你 哪个意思 哪个意思 各位你 你这 妈 我别打 我不打 我守了你 我守了你 守了你 别哭 给我起来 打你两下 你给我哭开了 这边的 回去给我冲写 好 我这就去 我告诉你 霸花料在这 给我洗不白了 洗不净了 我还有力量你 知道吗 吃饱了 吃饱了 这一走 我就走了半年 大美在家 肯定都想我了 这次回来 也没给大美买别的东西 给大美买了一条花裙子 赶紧回家吧 大美肯定等我 大美 大美 我回来了 大美啊 你看 我给你买了一条花裙子 好看吗 来大 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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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美是我 我是小活 大美你怎么了 你快看看 你看看我 我回来了 小莫 大美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怎么了 你回来了 先别哭 先别哭 你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 行了行了 先别哭 你跟我说 发生啥事了 不敢 大美 你怎么不敢呀 你跟我说呀 不敢说 说了会挨打呢 妈会打死我呢 大美 我看你这手怎么了 你这 怎么轻一块 紫一块的 妈 大美 是不是妈 你放心 别怕 这次啊 我回来了 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 行了 你先别哭 大美 妈 妈 大美 大美 来 你先松开 小波 你回来了 妈 大美这是怎么回事 大美这手上 轻一块紫一块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你也不知道 大美 你怎么搞的了 行了 妈 我真想不明白 我在外面打工挣钱 让你在家好好照顾大美 你竟然打他 虐待他 现在大美精神都有点恍惚 有你这么当婆婆的吗 啊 小波 我让他洗衣服 他给我洗的 染上色的 我就打他两下 因为怎么打他 打他两下 妈 你什么性格我还不知道吗 啊 你说你 自从大美嫁到咱家以后 平日里 家里做饭 洗衣服 都是大美干 哪有你这么做婆婆的 别人家的 啊 都是好好伺候儿媳妇 你呢 这倒好 让儿媳妇伺候你 妈 你可别忘了 大美是咱家下了彩礼 娶回家的 是给咱家传宗接代的 啊 你说 大美哪点 不如别人家的儿媳妇 你还这么不知足呢 啊 天天让大美干这干那的 还欺负他 最重要的是 大美这手上 让你给打得 轻一块紫一块的 妈 既然你这么对待大美 行 你是我妈 我也不能拿你怎么着 你啊 回葱镜头 你那个老太子 回去住吧 这么对待大美 别在这住了 赶紧走啊 小波 你别让妈走 妈走了 自己到那住 谁伺候我啊 现在还 不知道悔改呢 还想着让人伺候你呢 你不想想 你自己的问题 啊 你赶紧走吧 妈 你反省反省去吧 我不打大美啊 大美啊 妈 我已经让他回村农头 咱那老宅子住了 以后这个家里啊 只有你和我 让妈 在那好好反省反省 大美 都是我不好 她是我妈 我没有保护好你 行了 别哭了 大美 走 咱回家吧 走大美 快熟就来烤了 大美 快熟 来熟 大美 这哀愁 何